中秋节前夕新城乡公所在康乐春举行了 111年度环境保护资源回收社会福利宣导及中秋民俗艺文活动 现场徐正位新城乡长何丽台和乡亲们一起同欢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新城乡举办111年环境保护资源回收社会福利宣导及中秋民俗艺文活动 然后晚间在康乐春广安宫前广场热情登场 虽然许正位在新城乡长何丽台的陪同之下向大家致意 乡亲们也相当热情和现场握手 现在许正位表示中秋佳节是中国人传统日子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让大家有个快乐的佳节 这三年多来在地方上我们真的要谢谢何丽台乡长 非常的用心在无论是对地方的建设或者是福利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有没有 各村的建设所以给何丽台乡长还有车峰民议员掌声一下好不好 以及要给我们代表会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乡公所我们要给代表会还有 最这个我们的当地的土地公赖明镜村长给他掌声一下 因为有所有的村长或代表或者是我们的议员这个的这个说明 我们在县政府乡镇的合作上面才能够无缝所以我要再次再次感谢 我们新城乡的团队 包括在这三年多来 县政府在新城乡要投入的建设新费 包括193道路是县政府花包的工程 如果来花包完成包括博有的路面 还有包括大排水镜 我们康乐村有一段会淹水 四五千万总共超过十亿要投资在新城上 抱歉 鼓勵 感谢 好吗 现场说他做什么都不讲 我认为我要帮他讲 做什么事情这个年代一定要让所有的乡亲知道 要让乡亲有感 县乡一家 为什么把扇子看第一面 县乡一家幸福新城幸福花莲 只要官 都港新 就能够带着各位快乐幸福的日子 对不对 大家都是 都是一家人 我们不相来支持 支持县政 就是支持我们的县民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 现在的厂长河里太平老师 相当感谢县长许正外 除了支持地方景色之外 在厂内扮演的重要节省活动 可以说是大约的支持 让乡亲在中秋佳节的前夕 一起来欢乐 同时也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记得喜欢新鸯阳报导